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馬鈴薯是大地的蘋果 是地下的人生 而且富含著維生素ABC 還有各式各樣的膳食纖維 此外還富含著膏甲 所以是現代人對抗心血管疾病 非常好的食材 可是你會發現 很多營養專家 在挑垃圾食物的時候 也常常挑出馬鈴薯相關的食物 比方說薯條 比方說薯片 到底馬鈴薯怎麼樣 健康生活來應用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了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恩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蕭國能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王建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譚多池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洛靖漢師傅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陳智英主廚 大家好 先問一下素卿 馬鈴薯是大地的蘋果 所以營養素很豐富 不過垃圾食物裡頭 也有滿多馬鈴薯相關料理 比方說薯條 比方說馬鈴薯片 洋芋片 所以馬鈴薯本身其實營養素是很豐富的 沒錯 其實馬鈴薯它真的很倒楣 因為它常常是因為做料理的方法 造成它的營養成分被破壞 或者變成有一些吸收了一些比較不好的毒性元素 馬鈴薯 否則它本人應該算是不僅是世界五大作物之一 而且它重點來講 對於我們這種東方 我們以米食文化為主的國家 馬鈴薯是很適合配合一起來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先從蛋白質來說好了 一般來講 我們馬鈴薯雖然是以澱粉為主 但它也含有蛋白質 可是它跟我們米飯含有蛋白質差別在哪裡呢 通常這些河谷類 比如說米啊 麵啊 或者是麥子啊 他們比較少的一種胺基酸叫做里安酸 可是剛好馬鈴薯有這樣的胺基酸 它等於說如果我是吃米為主的國家 我偶爾搭配馬鈴薯 我可以補蛋白質的不足 就是主食互相搭配 那第二個部分呢 也就是維生素的部分 比如說呢 你看我們的米 當我們變成白米之後這個白白的 所以它不會有這些胡蘿蔔素啊 或其他的東西 可是我們馬鈴薯就有胡蘿蔔素 所以就像剛才林官講說 維他命ABC都有之外 在礦物質的部分它鈣鈴鐵都有 而且它含有纖維 就是它的酥纖維也很不錯 甚至如果你連皮吃啊 它會有非常好的 馬鈴薯也有綠原酸 就是很好的抗氧化物 所以不讓人有C抗壞血酸 然後有抗發炎的綠原酸 然後又能補蛋白質的 跟米食類的不足 然後同時還可以補 我們的纖維上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整顆吃它 不把它拿去油炸 或用很多奶油 其實它就是一個好的食物 不過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說 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它 因為之前呢 不久前 才有素食店發生綠馬鈴薯事件 綠薯條 綠薯條事件 綠薯條事件呢 原因主要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馬鈴薯發芽不能吃 可是它發芽的時候 除了看得到芽之外 通常也可以觀察到 它的表皮啊 甚至表皮下面那一塊 都會變成綠色 那主要就是因為它發芽的時候 要保護自己的下一代嘛 所以它會產生一種 毒性物質叫茄鹼 那這個茄鹼呢 越多的時候 你想說我只要把芽鹼挖掉就好了 沒有 其實它直接 連它下面的皮 甚至裡面筷筋的部分都會有 那吃了豬之後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 第一次吃到綠馬鈴薯皮 綠馬鈴薯的民眾是這樣形容 他說他吃了之後 第一時間嘴巴覺得是麻麻的 覺得怪怪的 可是之後呢 如果陸續吃比較多會有什麼反應 這個茄鹼中毒比較常見的是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頭痛 那你可能會覺得噁心 嘔吐 然後肚子可能會覺得 肚子會痛或者拉肚子 可是少數甚至會出現 其他神經性的作用 比如說他會開始覺得心跳加快 然後整個不舒服 甚至血壓開始降低 那可能吃到的量比較大 那這會比較嚴重 所以大家要注意 馬鈴薯要注意兩件事情 它就是非常好的食物 第一 請不要用錯誤的方法料理它 第二個 請要好好的保存它 這樣子你就可以吃到它的營養 吃到健康 不會吃到它的毒 但馬鈴薯本身 如果你吃的是新鮮的 是品質好的 實際上它營養素真的好棒棒 對 我們講就是說 如果你先不談怎麼去烹飪 做這個馬鈴薯 它本身的營養素 包括這幾個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維生素B群 我們知道這個維生素B群來講 從B1 B2 B3 B5 B6 到B9 B12 其實馬鈴薯都有 不同程度的這些B群組合 那我們知道B群來講 對於我們現在的一個代謝非常重要 糖分子代謝 油脂代謝 跟蛋白的消化吸收都非常重要 尤其現在來講 我們在這個糖來色變當中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叫PM2.5 PM2.5來講在每天大氣流 我們就是說呼吸 如果怕吸到這個東西致癌的 國外一個研究發現 如果經常設食B群的這些食物來講 它可以降低PM2.5 對身體的毒害 所以馬鈴薯這裡面是有 第二個來講 我們講這個各個元素 這個原來我們牽涉到一個就是說 它跟我們血糖代謝有關係 現在全台灣的這個糖尿病人口 是一直往上跑 跑到之後 我們一般講說 在糖尿病前期一定要吃藥嗎 不是 其實我們食材裡面 含這個元素來講的話 它可以幫我們的胰島素的敏感性會增加 換句話說 像馬鈴薯有含各個元素 如果說有吃馬鈴薯的話 各個元素進去 可以協助你本身的胰島素 增加它的一個敏感性 會幫助你降血糖 第三個甲 我們照甲來講 它對於我們這個腎臟排這個酸鹼 是有很重要的功能 我們講說 我們怕吃太多的這個鈉離子 但是甲離子來講 可以幫助我們這個鈉的排除 而且降低鈉的吸收 更妙的是 甲離子來講 它可以促進我們這個尿酸的一個排泄 所以對我們降臨上有幫助 所以我們常講 吃高甲的食物 對於血壓的穩定 非常有幫助 因為維生素C C的元素來講 我們講太多遍了 它是一個清除自由基 非常重要的水溶性 抗氧化這個維生素 它對於我們膠原蛋白形成 還降低自由基攻擊 身體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防癌 也是非常有的利器 葉酸也是一樣 其實葉酸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 在母親在懷小baby 他的這個神經藥合成的過程 形成過程當中 一定要有葉酸 另外來講 葉酸也可以降低一些 我們在 尤其它大腸之腸的細胞 它的癌變的過程 所以我們講的馬鈴薯 各位看有本土的 也有外來的 我就碰一個案例 一個男 30歲的女生 她來感冒 她看的時候 她說 劉醫師 我這邊長一下馬鈴薯的東西 那感冒 我們講說 那就是可能發炎 可是我說 那要做個類似的事情 她說沒有關係 這個是感冒 後來過兩禮拜 她感冒好了 又跑來 這個馬鈴薯還在 後來我們就跟她做個類似鏡 就BMI第三期 所以我們另外來講 就是說我們脖子來講 其實各位就是說 有的時候 我們這個是外檢的地方 有的時候 你看脖子上 長的小馬鈴薯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說是在這個 這個位置下面的地方 就甲狀腺 甲狀腺長出來的中間 我們當然就內VP 新人大家做個超音波看看 如果你的這個 脖子上長的一些小馬鈴薯 是長在耳朵下面這個地方 這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台灣最怕是鼻咽癌 鼻咽癌就從鼻腔裡面 轉移出來 剛剛我剛剛講 那個30歲的女生 她不相信 她後來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確定是鼻咽癌 那其他 譬如口腔癌 或咽喉癌 轉移上來 當然如果說你這個硬塊 或是像馬鈴薯 小東西 長在鎖骨上去的話 也有可能是肺癌轉移上來 或是女性乳癌轉移上來 甚至說胃癌轉移上來 都有可能 所以脖子來講 這淋巴線奇奇怪怪的 當如果說你的脖子上 摸到一個小硬塊 滑溜溜的 像彈珠 一般都沒有關係 但是摸得硬塊 是很硬 不太移動 好像這個也不太痛 而且越來越大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了 那接下來 譚老師就要出來分享 你們家是常吃馬鈴薯對不對 為什麼 聽說小孩喜歡 對 小孩子很愛吃這個東西 所以你常烹調料理 這個分享給小孩 那餵小孩子準備 對 老師今天帶來的馬鈴薯 都是你家裡拿來的 對 你平常都怎麼挑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光滑 然後一定要沒有牙眼 可是這兩個很明顯 是不一樣的品種 對 這個是進口 那因為台灣現在的 還不到生產期 那如果有台灣的 當然就是台灣的為主 那它就是一定要光滑 然後不要有牙眼 越少牙眼就越安全 所以老師加這個 就是光滑沒有牙眼 那老師不同品種 像這種進口小顆的 跟比較大顆的 你的做法會不會有差 對 我這個的話 小顆的 有時候我就會直接用來蒸 那大顆的 我會像這樣子 把它刨成絲 泡水 然後就當成麵來炒 所以這個也是 你們家的便當菜 然後也是點心 也是主食 都可以 就是一點油下去 那我們就放洋蔥 就是多纖維的東西 我們現在洋蔥切絲 老師準備的馬鈴薯 其實是汆燙過的 對 那也是切絲 那今天的角白筍 或者胡蘿蔔 比方說芹菜 這個好像是青椒對不對 還是糯米椒 都切成絲 讓它口感接近 對 然後因為我們要一點點辣 但也不要太辣 所以我把這個乾的辣椒 泡水 然後去籽之後就下來 那肚子裡可以斟酌 對 所以老師先炒的是 角白筍跟糯米椒切絲 跟洋蔥爆香 對 那混著辣椒一起炒 對 讓它那個味道出來 那紅蘿蔔其實也可以下 好 那也是一個 就是均衡飲食 就是五顏六色都有 那我要加一點點的食物 好 你們家做不做馬鈴薯的點心吃 其實不大 因為我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都當煮食做 對 可是馬鈴薯被污迷惑 畫都是洋芋片跟薯條害的 對 還有薯餅好好吃喔 對 可樂餅 對 怎麼辦 因為酥脆越好吃 但是我一般我就是覺得 這樣太累了 不需要 所以就是簡單 我們也放一點芹菜 然後為了增加它的香味 我有一些的是那個 這個是香菜的前面那一段 菜根 對 菜根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 菜根香的菜根 對 那個味道我覺得其實還滿好吃的 好 所以一樣先拌炒 對 老師你的汆燙這個馬鈴薯已經熟了嗎 還是它是拌熟 其實不能夠太熟 為什麼 因為太熟的話 它會沒有那個脆度 而且我們要回來炒 所以你就是丟下去 它就是開的時候 還不到很開的時候 你就整個撈起來 然後再用水沖一下 它會維持它脆脆的口感 所以你沒有要過熟 因為過熟的馬鈴薯通常會鬆到軟掉 入口即化 對 那就沒辦法取代 那你怕影響它的口感 對 好 可是馬鈴薯能吃生的嗎 其實沒有 我一定吃熟食 因為我怕生食 所以你也會熟 只是為了維持它的口感 會盡量口感讓它脆一點 對 然後我們這裡面只加鹽就好了 其他不要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海鮮也進來了 好 我們加一點海鮮 對 今天維持口感都是絲狀 所以也加了軟絲 對 那其實也可以加雞肉絲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家有什麼 其實加什麼都無所謂 因為吃脂痛要造成了 我好像被散彈槍打到一樣 高麗菜跟馬鈴薯這種打汁 所以它本身有些成分是一個保護味 高級要是一個慢性病 它會影響你的心臟 血管 眼睛 腎臟 馬鈴薯這個高級 可以讓我們滾定我們的血壓 然後我們這時候馬鈴薯就下來 馬鈴薯下來之後就是快 因為你要它的那個脆度 所以你不要它太的糊化出來 那你就把它再稍微炒熟一下 因為你已經切成絲又汆燙過 對 所以 所以讓它熟的是快的 對 它稍微這樣子 稍微有點點熟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我懂了 譚老師在炒麵 對 然後它用馬鈴薯替代白麵條 對 所以難怪你的馬鈴薯是這麼大量 然後難怪你剛剛說 你是拿來當麵炒 對 然後因為我要加的是蘋果醋 所以我先熄火 好 然後我們就是 老師帶了一點蘋果醋來 對 因為我要它就是酸酸的味道 那就是整個就加下來 所以熄火再加微量的醋 對 那你也可以就是 有的人他喜歡用烏醋 但是因為烏醋它是會比較鹹的 會很有含鈉量的 對 所以我一般我比較少用烏醋 那我用的是水果醋 就是增添它的味道 然後是在後面的時候再加 我現在聞到醋溜的醋酸了 對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一口進去很多人都會想 這哪是馬鈴薯 這分明就是脆筍 因為它的脆度就是像筍子那麼脆 然後完全不像一般馬鈴薯 咬下去就軟化 它是很脆 可是它不會脆到有生味 它就是一個熟的 那其他的東西 就跟它就會很搭配 因為你吃起來會覺得 它的所有都是切成絲狀 然後Q的該Q的 彈的彈的 然後那個洋蔥很甜 所以吃起來就覺得 整道好爽脆 好清爽 那個醋也不會太過分 因為老師用的是蘋果醋 不像外面用那種很酸的 很夠味的陳醋 你會覺得太嗆 可是這個剛剛好 可是我想問老師就說 像這種一般民眾 在料理馬鈴薯的時候 很難料理到這種脆感 所以你事先應該有經過一些 前處理才有讓它保持這個脆 對不對 其實馬鈴薯你切絲的時候 要趕快泡水 第一個它不會黑掉 第二個你是洗掉它的澱粉質 所以我是先切絲之後 就是泡水 然後洗了兩三次之後 對 大概你就泡一下再換 泡一下再換 然後你就燒一鍋水 滾的時候把馬鈴薯倒進去 旁邊開始冒泡的時候 你就撈起來 所以大概也只有汆燙一兩分鐘 其實大概一分鐘多一點 一分鐘而已 然後你撈起來之後 一定要趕快沖冷水 或泡到冰水裡面 它就維持它的脆度 而且你知道它的脆度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因為它這幾次的漂洗過程中 其實是把馬鈴薯裡面 一些澱粉洗出來 對 所以熱量會比較低 對 還有膳食纖維還流著 問一下蕭醫師 馬鈴薯好像也有幫助保護 我們胃黏膜的優點 對 其實我們常常講 高麗菜跟馬鈴薯 這種打汁 所以它本身有些成分 是保護胃的 為什麼 我想這個有個圖板 大家看一下 我們胃壁事實上分成好幾層 第一層叫做黏膜層 下面這層是黏膜下層 第三層是肌肉層 最下面就是薑膜層 可是除了這幾層之外 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在這一些胃的黏膜上面 還有一層薄薄的 叫做黏液層 這個黏液層大概有0.5公分 就是我們平常 媽媽在處理豬肚的時候 會用冥帆去洗那個 胃胃 胃胃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我講我們胃酸是鹽酸 我們的胃是肉做的 我們以前做實驗的時候 把鹽酸倒在大理石都會冒煙 我們胃怎麼不怕 對 其實就是靠這一層黏液 這層黏液假設受傷的話 你胃很快就會受傷害 所以這個黏液如果受傷 就胃潰瘍嗎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剛剛講的高麗菜 跟我們今天的馬鈴薯 事實上就是在增強這一層黏液層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像這個圖 就很清楚 像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潰瘍 這個是幽門感運造成的 這個是因為吃止痛藥造成的 像被散彈槍打到一樣 好多好多 止痛藥這麼傷胃喔 止痛藥非常傷胃 有多傷胃說說說說 很多人三不五時 什麼頭痛啊 就吃啊 自己當醫生自己吃啊 這第一個是傷胃 傷肝 傷腎 都傷 止痛藥喔 對 這個病人是因為他膝蓋痛 那麼他去骨科醫師那邊開了止痛藥 他說他只吃一包 當天晚上看完回去吃了一包 晚上開始痛 那你這樣子講完之後 關節炎的觀眾怎麼辦 其實關節炎的痛 還有應該還有其他的藥物可以處理 因為有一些藥物是比較不會那麼傷胃的 比較不會那麼傷胃的 再來說像這麼傷胃的止痛藥 包括阿斯匹林 假設你能夠加一點 阿斯匹林也傷胃 阿斯匹林實際上就是止痛藥的一種 很傷胃 事實上就有人做過研究 假設你吃阿斯匹林 同時再加一些維他命C 是可以保護胃膜的傷害的 所以今天假如說加入這個 吃止痛藥的時候 加一點馬鈴薯可能有點用 因為剛剛劉醫師一直強調說 這個馬鈴薯裡面維他命C含量蠻高的 那就可以稍微保護一下 止痛藥造成胃的傷害 那順便再問哪些藥傷胃 止痛藥第一個是骨科開來的 對 那麼第二個就是阿斯匹林 是心臟科開來的 好 心臟科因為 阿斯匹林有一些是心臟科 影響血壓或者心血管的 這一個 抗瀝血 對 最重要是抗瀝血 為了保護他不要得到心肌梗塞 血酸 就抗瀝血劑 對 所以抗瀝血劑也傷胃 也傷胃 那種傷胃的止痛藥 所造成的胃的傷害 都是這樣子一整片 所以吃藥真的很重要 對 那接下來 如果師傅也要分享 這個馬鈴薯在夏天很受歡迎 第一大受歡迎是薯泥沙拉 對 那這個第二大受歡迎 是小朋友愛薯餅 對 師傅要分享一個萬用薯泥沙拉 又可以煎做薯餅 對 因為它會比較健康 因為我們在做 我們的中式的餐點裡面 其實用到薯泥很少 可是如果是一般西式 或者是我們講的日式 都用得蠻多的 那其實這個叫做 日式的百合饅頭 那百合饅頭 它不加任何的粉狀的東西 它是直接我們的馬鈴薯 蒸熟了之後 這是一顆的馬鈴薯蒸熟 蒸熟 切冰 對 然後加上百合 這百合也是經過電鍋一次水 這個都是一次水 去把它蒸熟就可以了 那你的馬鈴薯有任何調味嗎 沒有任何調味 好 現在是原味的馬鈴薯 對 原味的馬鈴薯 蒸熟 切丁 蒸熟 就把它切成這樣子丁 然後把它倒進來 那再來是 倒在 適量的這個百合 對 然後一樣一次的水蒸熟 對 然後一樣是把它 拿一個塑膠袋套在一起 套在一起之後 我們把它用成 馬鈴薯泥這樣 你說這日本人的吃法 叫百合饅頭 你就這樣子弄一弄 第一個也不會用到髒手 好 那這個百合饅頭 就可以在家裡頭很簡單做 很簡單 好 做好的百合饅頭 本身就當沙拉吃 可以 你就這樣子把它捏掉 你太厲害 沒有 你就親一下 我們很簡單 對 這個它裡面就很健康的 你就有一些生菜 然後把它擠進去 好 所以夏天有一些人吃不下飯 喜歡馬鈴薯沙拉的 就可以這樣子 好 食物委屈你了 好 餵 對 手太短 然後把這個擠上去 說說有一個簡單的塑膠袋 它本身你容易讓它均勻 塑形 然後再來塑形 再來你要擺盤 跟這個不沾手 跟處理也容易 對 不然有些人拿那個湯匙 然後東西去倒馬鈴薯泥 總是很麻煩 對 好 那有各式各樣的吃法 師傅今天分享的是說 假設你清爽 配個生菜沙拉的一些菜 真的 那中間的就可以加薯泥 薯泥 好 大部分薯泥都是用炸的 好 那其實老實講 薯泥炸的其實它油脂含量很多 對 那我們加上這個和風醬 好 這是很簡單的 我加上一大匙的橄欖油 一大匙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就是淡色的醬油 1比1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那個味醂 一小匙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梅子醋 一大匙這樣就可以了 好 你也配合 跟黃景榮不一樣 真的 黃景榮上一段說 他做了一個一生不公開的 黃金和風劍 他的可能吃起來會比較刺刺的 我這個吃起來比較柔一點 對 一定要PK就對了 我們不說謊 他剛剛拉了至少超過三分鐘 吹噓一段 金牌師傅的黃金筆 對 然後這樣子吃起來的話 其實它更健康 我們不加那個 我們打的那個沙拉 大家可以等一下包起來吃一看 好 吃看看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講的就是馬鈴薯泥 把它做成一個煎的東西 我們叫做薯餅 我們用煎的 就是這個薯泥當基底泥 對 就可以來做成薯餅了 對 那要做成薯餅之前 裡面包的料 我是用客家菜的那個方式 去把它做出來的 用菜脯 你的薯泥還要包料 包料 對 它真的要做菜包了 對 就是類似菜包這樣子 就對了 如果是一般日式的 它裡面可能會包上一點咖哩醬 或者是一點點的 我們講的比較有一點點 和風物的味道 好 我們今天要做這一個 就是比較傳統的 我們叫做 純客家菜的一個 我們叫做菜包那種感覺 那我們是有加上菜脯 菜脯 然後還有絞肉 絞肉蝦米 然後香菇 油蔥酥 就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第一個我們下的是 我們的這個蝦米 蝦米炒香 我們蝦米先讓它去炒香一下 然後這個是 再用一些些小火慢慢的 去把它煸一下 因為熱度要讓它上來 那我們在煸這個的時候 讓它香氣上來之前 我們調一個 這個因為薯泥 它本身味道就是 比較淡一點的 那我們希望有讓它 更豐富的一個醬汁 所以我們調一個 很簡單的蒜泥醬 好 假設你便利的話 因為你纖維少 排便不好 會造成一些 腦部的退化性質量 所以假設整顆馬鈴薯吃 那裡面的纖維質是夠的 從不論是外觀 或者是口感 或者我真的覺得 連營養的設計 都是值得拿冠軍那道菜 我們調一個簡單蒜泥醬 對 那這個怎麼調呢 就很簡單 一大匙的蒜泥 蒜泥 先下蒜泥之後 再加上一大匙的醬油膏 好 蒜泥跟醬油膏 對 然後醬油膏盡量選擇低鈉的 就是不要太鹹的 純釀造的那是最好 然後再過來 就是加上一點點的香油 提香一下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糖 糖 超過一茶匙就夠 然後下來之後 先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 一定要加上開水 兩大匙進來 好 對 好 攪拌一下 然後這時候 一定要泡製 差不多將近一小時以上 然後起來之後 現在調起來是這個顏色 對 當你泡製好了之後 就是這個顏色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剛調的時候是這樣 對 然後你讓它靜置泡製 一個小時左右 它會凝結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 我們講的它會稍微 有一點點香氣 完全釋放出來 對 它的蒜泥的味道 那我這個是用果菜料理機在打過 它香氣會更濃 更濃 更稠 對 更香 對 好 那我們讓它泡製了 泡製 師傅的這個蝦米也稍微變香了 對 香了之後 第一個我們就放絞肉 絞肉本身是三七比例的絞肉下去 然後你就先用一個 少量的絞肉 對 少量的絞肉下去炒就可以了 那絞肉也一樣 要把它炒散炒開 把它炒香 對 你就把它炒香 然後炒好之後 它快要 有一點點 我們講的旁邊有一點點香氣出來之後 你這個菜脯 菜脯 一定要挑甜的 不能挑鹹的 什麼叫甜的菜脯 就是它菜脯 它在醃製的時候 沒有放很多的鹽巴 對 它吃起來會比較 這個叫做甜的菜脯 對 好 稍微把我們的材料炒散炒香 對 炒香也炒香之後 我們的 一樣 香菇切丁 香菇切丁的也下來了 因為這個待會兒是要跟馬鈴薯泥 類似客家菜包這樣子包 把它包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都讓它口感切成丁 對 然後來 第一個我們先把醬油炒一下 好 讓它這個味道 稍微融一下 然後也加上一點點的麻油 好 醬油跟麻油稍微調味 麻油讓它香氣出來 好 讓它調一下 來 我們的醬油香也讓它出來一下 這都一茶匙下去就可以了 一茶匙就是一點點去提味它 是 好 麻油的香 醬油的香都出來 你看它顏色馬上上升 對 之後我們的紅蔥酥 紅蔥酥 下來 好了之後很簡單 就把我們的韭菜放進來 對 韭菜下去炒的時候不要炒太久 讓它香氣出來就可以了 對 然後記得要包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冷卻 是 洗鍋之前 加上一點點的胡椒粉 胡椒 白胡椒 對 白胡椒是很多 看湯台灣菜的 一定要的 靈魂 對 然後炒好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 就是要放涼才包 對 放涼才包 所以我們先備一個放涼的 你可以吃看看 我們看一下 這個鍋子內是剛剛炒的 所以是熱的 但是這個要包的都要放涼 沒錯 所以我手上這一碗 是師傅為了錄影 對 事先炒好 然後放涼的 對 沒錯 我來看 這感覺是阿嬤的雞蛋 配飯 配母的 我來看 好嗎 來 讚 好吃 好吃 為什麼我覺得 我好像在吃特加粿 對 特加有一種粿 其實板就直接 超阿粿 對 弄好綠色 台客 台客國安 一定就找 台客國安 對 然後這個把它捏好之後 你就把它用成球 像這樣用球 然後之後你戴上手套 稍微捏一下 把它刷成餅皮 對 有沒有 它其實它很黏的 可是它裡面有摘在一點百合 你還可以看到它的百合那一點 纖維絲 纖維跟口感 對 然後你這個就把它那個 因為我這個又多了一點點蝦的麻 下去炒 所以它吃起來之後會非常好吃 然後包起來之後 你就像這樣子 你在捏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這樣子兩手 用虎口慢慢的把它修口 有沒有 類似湯圓一樣 類似鹹湯圓一樣 讓它變成一個圓形的收口 對 圓形之後 收口之後你就捏一捏 你如果把它做成三角形 就會是客家鹹湯圓 對 然後先把它捏好 就這樣子包成一個 好 一球 一球一球的 好 那我們再包一球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事先因為露營的關係 我們先包好幾球起來了 好 事先露營的關係 我們先包了一盤起來 對 但是在家裡頭 你要包其實大小 你都可以彈性 對 這個有分量的 等一下喜歡吃的就吃大一點 好 不喜歡吃的就吃小一點 可是應該是都會吃 因為這個太好 會吃光 然後這個就這樣子 來 也是一樣 來看 我們也是一樣把它捏成餅皮之後 來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子 虎口這邊有沒有 有稍微有一點點 然後它就有深度 對 然後用這樣子慢慢的收口 然後收口的時候 因為捏的時候 你捏進去 它就不會沾黏在你的手指上面 然後就慢慢的捏 有沒有 好像包紙一樣 捏好之後它就成為一個球 最後像這樣子包好了 一顆一顆了對不對 我們要沾上一點點的太白粉 不要太多 少許就好了 才能下去煎 然後我拍太白粉的原因 是因為它本身不要讓它 就是黏在鍋子上面 就好像類似煎魚一樣 那也可以加上面粉 所以你在拍的時候 就稍微拍一下 然後鍋子一定要稍微 有一點點的熱度 不夠熱的話 你下鍋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沾鍋 對 所以試一下 好 試一下 要不要看它的溫度 對 然後用粉 丟一點下去 有沒有 夠了 夠了 這時候下去煎 好 那一樣用家裡的大火下去煎 好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煎水煎包的感覺 對 然後下去之後 你記得它熱度夠了 關小火 關爐心火 慢慢的把它煎成兩面金黃就可以 就是煎東西其實要鍋熱油熱 但是熱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就可以關成中小火 可是一開始是要稍微大火 讓它鍋熱油熱 對 然後在煎這個 我們有一個技巧 告訴大家就是 煎的時候一定是排鍋邊 有沒有看到鏡頭 因為它的油脂都跑到鍋邊 中間那個是沒有任何的油脂 對 那這個就是要逼油的時候 所以你煎好了之後 往中間一逼 然後它的金黃色好了之後 就拿起來 所以這個煎法是對的 好 煎它的同時請教一下王醫師 馬鈴薯富含高甲 所以實際上適度的利用馬鈴薯替代 這個澱粉或者是白飯白麵 其實對於高血壓的相關的病人來講 是有穩定的作用 我們常說高血壓這個病人 一定要長期服藥 服藥的目的 是要高血壓是個慢性病 它會影響你的心臟 血管 眼睛 腎臟 馬鈴薯這個高甲 我們常說馬鈴薯是個好東西 它是因為嫁到壞朋友之後 被壞人幫他帶壞的 只要遇到好的師傅 做出好多料理的話 它這個甲裡面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穩定我們的血壓 所以我們常說 很多早餐病人會說 要不要吃燕麥 吃燕麥當然也是不錯 它可以降你的血脂肪 這也是個好東西 當然可以把你的白麵包 換成馬鈴薯的話 這樣對你的血壓穩定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改變你的飲食 也可以讓你的慢性病的治療 會做得更好 我問一下蕭醫師 這個甲離子偏低 實際上對於腸胃也會有影響 對不對 對 真的喔 所以甲離子的食物 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無限吃到飽 我不可以太多 當然我們的腎臟會調節 但有時候我們打點滴 不小心甲太多 會馬上心臟會停下來 心臟會麻痺 對 但是甲太低的時候 我們的腸子通通不動 肌肉也都沒力了 真的喔 對 這個是在急診室常見 其實這邊有幾張圖大家看一下 最左邊這一張是正常的 我們的腹部的X光的圖 那麼中間這一張跟右邊這一張 我們看這一圈一圈的黑黑的 這都是一圈一圈的腸子 這兩個人都是我們在急診室診斷 叫做腸阻塞的狀況 那這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中間這個人就是 是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那麼他本身就有糖尿病 那糖尿病久了以後 他變成說他胃口不太好 那幾天不吃家人也覺得說 可能還好 但是不吃以後糟糕 開始會吐了 一送到急診 哇 不對 整個腸子脹起來 原來是他的甲離子 只低到只剩下2.2 正常值大概到3.5 3.5以上 就降到2.2 結果還好趕快確定說 他不是什麼阻塞性的腸阻塞 只是麻痺性的 是因為甲太低造成的 這時候趕快跟他補甲 補一補以後 慢慢的腸子就通了 就不需要開刀 所以事實上這馬鈴薯含甲 我們這食物裡面的甲 對我們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那我再問一個事情 我怎麼知道我身體的甲 是平衡的 其實一般我們的水分跟電解質 我們人是很敏感的 例如說你水稍微少一點 你就會覺得口渴 對 那你甲稍微低一點 你會全身無力 真的喔 所以事實上電解質不平衡 你一定知道一定會有症狀 那個時候就會送去急診 好 那同一時間我們水煎包也就好 對 好漂亮 這現在像不像上海水煎包 對 真的很好吃 你就把它排在這個蔬菜裡面 多出蔬菜 而且也很像那種小餡餅 對 好漂亮 它就是小餡餅這樣的感覺 其實它吃起來很健康 真的 那我們就來上菜囉 可以 其實這一道菜就是 我們在2009年有拿出這一道菜 比總冠軍的時候 有比到這一道菜 真的喔 這真的是冠軍菜 這真的是冠軍菜 因為它從 不論是外觀 或者是口感 或者我真的覺得 連營養的設計 都是值得拿冠軍那道菜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它那個吃起來 看起來很像小煎包 或者是小餡餅對不對 那吃下去 外層的口感 你會覺得吃到 突然間有吃到那種 很高級的蘿蔔糕 我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因為 高級的蘿蔔糕 不會是那種都是粉的感覺 而是吃下去 會在嘴巴化開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就是 吃下去它的皮 有一點搖感 但是嘴巴就化開了 那到那個餡的地方 突然間就呈現客家味 就是那種客家那種菜 超蛙粿的感覺就出現了 可是整個口感 在嘴巴裡面就覺得 非常的 不會有違和感 而且它非常聰明的 用百合來增加什麼 讓它的黏性度更佳 因為如果你很不幸的 用到一個馬鈴薯 它是鬆鬆的 你就很難塑形 所以它加了百合 不是增加口感之外 還增加它的塑形度 這也使得它剛才擠出來 那個薯泥 你會覺得 比你在外面吃的薯泥 更Q彈感 因為它的黏性高 所以它的延展性更好 吃起來更有那種 很滿足的感覺 有點像在吃那種 麻糬跟薯泥之間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 再加上它的配料 它的這個和風醬 這個應該 剛才那個是冠軍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奧林匹 沒有 他是隊員 我是隊長 所以我還是冠軍 這也非常好吃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在吃馬鈴薯泥的時候 都裡面加的是沙拉醬 或者千島醬 就是油上加油 肥上加肥 不健康上加不健康 可是它就用一般很簡單的和風醬 去調它的味道 然後再搭配這樣生菜跟番茄 真的很好吃 就沒有用那些油 一樣好吃 但是健康滿分 對 我覺得若是這種做法 剛剛真的引起暴動 我們還不夠分 不過這個想到一個重點 我們家馬鈴薯 其實它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可是各位如果你看網路上 有一種馬鈴薯生肢可以致癌的 就把馬鈴薯打成肢致癌的 我覺得大家常常看到網路的消息 都以為真 然後就這樣 那不對了 我真的碰到一個案例 那個案例是一個 36歲的女生 她罹患乳癌 她是第二期 第二期來講 她是在原發部位 可是她後來 因為看的網路上 又有馬鈴薯生肢可以致癌 還有檸檬汁可以致癌 所以她每天 就打馬鈴薯生肢加檸檬汁 繼續搞 3月之後 她淋巴線出來了 拿到乳房外科醫師 變成第三期 被她那個醫師罵了半天 後來她趕快就是治療完 然後後來她找我們做營養條例 我特別強調 任何食療是OK的 可是你要拿食療 來有證據去治療疾病 特別要小心 像我剛剛講的案例 就是說絕對這完全錯誤好 但是我們去的是要用食材來調理身體 是可以 千萬不要把它當作一克一組 絕對說可以治癌 就治癌 那完全錯誤的方法 也要小心點 接下來我們這個陳知敬主廚也要分享 馬鈴薯也是西餐的師傅很愛用的 有起暑假期間小朋友愛吃薯條 今天厲害了 主廚要分享的是健康三味烤薯條 是薯條 其實在分享薯條前 我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馬鈴薯 那馬鈴薯要再挑選它怎麼使用 像這裡面有四種 那像這種皮摸起來粗粗的 這種我們通常叫南爵 那種進口馬鈴薯 這個是最適合做薯條的 因為它其實最鬆軟 然後含水量最剛好 那再來就是這種 比較我們傳統台灣的這種 它適合做類似咖哩的 因為它比較不會糊化掉 對 那它型比較定得住 那像白色的這一種呢 直接蒸最好吃 直接蒸因為它水分含量比較高 那澱粉質含量沒這麼高 然後它的肉會很軟 那像紅色的這個 就會有帶一點點比較甜的味道 它也是適合直接蒸 對 那我們今天會拿兩種來做薯條 我們拿南爵 然後跟這種就是黃色的這一種 對 那這個做薯條之前呢 我們就是把它清洗得很乾淨 因為我們要連皮一起做 就是那種帶皮薯條 那全部清洗完之後呢 就是電鍋 用電鍋蒸 你把它一杯水 外鍋一杯水 然後蒸一次就好了 蒸一次之後你把它放冷 因為比較好處理 不會很燙熟 那現在我就把它放冷之後 我們就把它切開 所以這個是蒸過放冷的 那這個有蒸熟了 所以主廚把它切開裡頭是熟的 是 這是蒸熟的 那只是電鍋蒸一次就可以了 那切呢我們就是 外面有一種薯條 它是那種有沒有 帶皮的 傳型的 帶皮的 對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種傳型帶皮的 尤其那種手作漢堡店都是這個 對 而且那個都賣很貴 所以我們今天吃健康又好吃自己做 對 沒錯 然後呢我們可以選擇兩種都來做 對 這兩種都很適合 那所以要帶皮吃的話 就是確保它是乾淨的 皮洗乾淨也OK 是 沒錯 那今天吃的都是傳型的薯條 是 那薯條傳統我們都是用炸的 對 你炸的 然後再加上如果 因為我們外面吃的那種傳型薯條 它外面不是都有一層像粉的狀嗎 對 它很酥脆 沒錯 很好吃 可是油脂很多 對 那我們就不要去追求那個口感 我們追求的是吃到馬鈴薯的原味 所以我們只要一點點的油脂 我們今天做烤的 對 把它擦上去 所以我們簡單的刷子 師傅現在是要拉的是橄欖油嗎 對 橄欖油 你可以刷你自己喜歡的油脂 像那種堅果油 你喜歡的那種堅果的味道 然後我們對 把它排在那個烤盤上面 所以今天就不是用油炸的 但是表皮還是要刷一點很薄很薄的油 那今天就刷好的一點的橄欖油 那這個薯條就可以把它排好來烤它 對 那我們一點點油脂把它刷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進烤箱 那進烤箱烤 因為我們馬鈴薯是熟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你越貼近火源越好 然後我們讓它快速能夠讓它烤上那種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我事先有做了一份 好 通常進烤箱大概比較接近烤箱 那大概什麼溫度烤多久 我是會全開 上火 下火全開 那我大概是開到250度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 就是你可以目測 就是有像這樣金黃色的這樣子 真的耶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烤薯條 就是一模一樣的做法 但是就是說讓它這個火溫上下火都加熱 烤到它的表皮都有一個酥脆的感覺 金黃色 其實有看 如果我不講的話 有很多人會覺得它是用炸的 對 那這個薯條 現在看起來很像炸薯條 而且我們薯條這個是都完全沒有調味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三個醬汁 把它做一個調味 對 三個醬汁我們來分享一個是芥末 蜂蜜芥末醬 好 對 你就拿那種美式的芥末 是 少少的美式芥末 然後加一點點的蜂蜜 好 主持人已經要偷吃了 我看 很好吃耶 它那個馬鈴薯的甜味 全部都濃縮在裡面 對 然後裡頭是鬆軟的 然後外頭是香脆的 沒有到那麼脆 沒有到用炸的那麼脆 對 可是它還是有脆的口感 然後它裡頭的香軟的口感也非常好 是 非常好吃 我現在吃的原味就很好吃 那你可以試一下 沾一下這種蜂蜜芥末醬 對 我們準備一個蜂蜜芥末醬 所以第一個醬料可以處理的是蜂蜜芥末醬 是 我覺得這個如果沾什麼海苔 黑胡椒應該也很棒 有 我們另外一個就是用黑胡椒 好 黑胡椒 對 我們一點點的黑胡椒 黑胡椒直接加檸檬汁 很特別 黑胡椒加檸檬汁 好 東南亞它們就是熱炒店 它會給你新鮮的檸檬 然後胡椒跟鹽巴 然後調在一起 然後沾一些那種魚片 那種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們就檸檬汁 新鮮的 好 新鮮直接把它調進去 無法想像 檸檬汁就算了還黑胡椒 對 我可以接受黑胡椒口味 但是我們需要一點點少量的 一點點的鹽巴 對 把它調好 好 是 好 就等於檸檬鹽胡椒 對 檸檬鹽胡椒 也是這個概念 檸檬鹽胡椒 那第三個就很簡單了 第三個我們就是用西式的香料 綜合意大利香料 然後跟紅椒粉 對 我們少少的紅椒粉 跟意大利香料 那也是一樣 給它一點點鹽巴就可以了 好 我試過進口薯片的風味 也有人是意大利綜合香料 是 沒錯 然後就少少的鹽巴 少少的鹽巴 是 然後我們把它調好 好 稍微把它拌勻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覺得從今天開始以後 我就會想到 一定要吃那個小顆的黃色皮 這個 因為它吃起來很奇怪 它口感很綿密之外 它有甜味 它已經接近地瓜的感覺了 尤其沾上了我們神奇的 檸檬胡椒鹽之後 整個甜味跳出來 香氣跳出來 然後你絲毫不覺得 它因為烤而損失了什麼 因為就是你會突然間覺得 馬鈴薯真好吃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然後那個鬆的沾蜂蜜檬剛剛好 因為鬆的馬鈴薯水分沒那麼多 你有時候吃太多會覺得乾對不對 剛好蜂蜜 所以馬鈴薯就有點比較 多汁的感覺 潤滑 吃起來就覺得兩個很配 而且我請教一下醫生 馬鈴薯也富含豐富的膳食纖維 所以它對於現代人的腸道健康 也會有改善跟幫助 對 我們假設要讓腸道排便正常的話 纖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假設整顆馬鈴薯吃 裡面的纖維質是夠的 最近一些研究發覺說 假設你便秘的話 因為你纖維少 排便不好 會造成一些腦部的退化性疾病 有兩個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阿茲海默症 第二個是巴金森氏症 他們都跟腸道的健康有關 對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一個叫腸腦軸 腸子的代謝 特別是產生腸肉症的時候 它會吸收很多的毒素進去 這通過我們BBB 就是血腦屏障 跑到腦部去 事實上會對腦部的一些代謝 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國衛院最近一些研究 也都是證明是這樣子 我家裡有個長輩 他今年77歲 其實他家裡從來沒有什麼 退化性疾病 巴金森氏症 從來沒有人有這個問題 但他從很年輕 就開始有便秘的問題 結果他是76歲開始 開始手會抖 很奇怪 很像巴金森症的症狀 最後就是巴金森氏症 這很怪 為什麼產生巴金症 後來仔細去問 從20幾歲就開始排便不好 長期的便秘 長期的便秘 就是要靠晚長這樣弄 結果知道以後 又剛好最近這些研究出來 開始讓他吃益生菌 然後開始吃這些 比較高的纖維的食物 慢慢排便改善 好像巴金森症 整個它退化的情形 惡化就減緩下來 就比較舒緩 對 確實是好一些 而且對減肥的人來講 馬鈴薯也是一個 滿好的澱粉質營養攝取的來源 對 剛剛我們陳淑淑跟我說 我們剛剛吃是非常好吃 他說假設熱熱的吃更好吃 可是我們以減肥角度來看的話 還是冷一點吃比較好 因為冷的時候 抗性澱粉會增加 當然今天馬鈴薯被惡名化 我們一開始講 都是因為整個是油炸的關係 交到壞朋友 對 交到壞朋友 只要照今天陳淑淑這樣子 用烤的相對健康很多 其實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雖然我們今天把馬鈴薯講得還不錯 可是基本上馬鈴薯還歸在什麼 全股根筋內 它就屬於快筋 但如果你吃多的話 如果吃到你體重增加 我們分享案例 有個國中 國三的學生 他們的身材就很好 他們都是阿嬤的照顧比較好 結果暑假他就吃了很多東西 當然馬鈴薯也是吃很多 一個暑假胖了7 8公斤 然後胖了7 8公斤去測血糖 發現他血糖已經快到了110了 他就告訴你 你再這樣下去 你血糖高 血脂肪也會高的話 你一定要開始控制 這時候只要過一段時間 體重瘦下來再去測 血糖就會回復正常 只告訴大家一個好東西 當你的熱量吃超過 全股根筋內吃超過的話 還是會影響你的血糖 會影響你的三酸 甘油脂 可能變胖之後 會造成脂肪肝 所以這個總量的管制 熱量的控制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節目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寧 是的 其實大力的蘋果馬鈴薯 是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我們只要不要讓他交到壞朋友 用今天組合的做法都非常棒 不過因為它是屬於高獎食材 它每一顆100顆裡面有大概300毫克的甲 所以大概乳肉腎功能不好的話 或者是糖尿病 有核病 腎功能病變 因為你都對甲的代謝會出問題 這類患者可能在食用馬鈴薯的話 做法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吃得太多 其他的話我們如果說 有時候把馬鈴薯入料裡 補充很好的養素是非常棒的 好 謝謝劉醫師的丁寧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馬鈴薯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曼曲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螢幕左下角 也有另外一個QR Code 這個是我們的健康好生活 LINE的官方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 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